大家好,我是東雲走的小豆鮑勃 東京是一個美食之都 很多人來東京旅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吃好吃的 米其林一顆新的拉麵 上等豬肉做出來的炸豬排 CP值超高的燒肉 高級巧克力做出來的聖代 甚至當地的異國料理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我們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東京的餐廳吧 鮑伯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樂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伯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樂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說到代表東京的拉麵 就是醬油口味的拉麵了 鮑伯最愛的拉麵店是位在西迪瓦的麵尊Rage 家電的感覺像元素的潮牌店一樣 其實休息區真的有在賣衣服 除了休息區夠特色外 家電也是塔貝樂具的拉麵版名店 也連續5年被選進米其林指南當中 包伯點1200日幣的特製軍機拉麵 除了吃到超級多汁的雞肉外 醬油湯底看似清淡 但喝得出來濃濃的雞湯味 如果不喜歡醬油拉麵的鹹味 也可以試試看味增拉麵 味在江戶川喬戰的拉麵版 明店三托拉真的超棒 老闆出生於雜晃 所以可以保證拉麵絕對到地 吃起來的味道是跟北海道 明店四米類的味道相近 使用豚骨的湯底 加上味噌的醬汁 看起來油油但實際上非常好入口 如果味道有點重的話 可以跟老闆要高湯解膩 沾麵是鮑伯最愛的種類 最喜歡的口味是濃濃的湯底 新宿的豐盈而生濃厚的雞白湯 加上魚介的湯底 8個小時熬煮 然後6個小時的過濾 這樣粗粗的帶有Q度的拉麵 真的超爽 日本的拉麵好吃到 都可以得米其林的一顆心 明龍就是米其林一星的拉麵店 麻辣蛋蛋麵吃起來有點麻麻的感覺 肉末花椒跟芝麻的搭配 讓整體香味提升不少 豚骨拉麵常有的細麵吸取湯汁 與湯頭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吃完拉麵之後是不是想吃點甜的 中和一下味道呢? 說到日本最知名的小吃 應該就是釣魚燒吧 東京玉三家之一的 Tayaki柳屋已經創業100多年了 家電釣魚燒皮比較薄一點 裡面這樣甜而不膩的紅豆餡 趁熱吃真的超棒 跟釣魚燒同等知名的小吃就是銅鑼燒 淺草的龜石也是日本的三大銅鑼燒名店 這家店的銅鑼燒餅提蠻特別的 很鬆軟 不會太濕太乾 剛剛好 如果想要做的是甜點的話 我推薦淺草附近向島的鹽問糰子 從江戶末期開業到現在 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了 糰子有三種口味 紅豆、白豆沙以及味噌餡 吃起來很厚實 不會太甜 搭配店家提供的熱茶 悠閒的邊坐著邊享受甜點吧 天氣太熱的話要吃什麼甜點呢 沒錯就是剉冰 石膏大橋的Wa Kitchen Kana 應該是日本剉冰界數一數二有名的超人氣店 夏天的時候如果不預約的話很有可能吃不到 先不論剉冰本身 這家店開放感十足 很像文青咖啡店一樣 那剉冰本身的特色就是非常的有創意 有非常多不同口味的剉冰可以選擇 寶寶每次來都可以吃到不同的口味 看得出店家的用心 除了日式的甜點以外 東京的西洋甜點也很微 位於甜點集戰區自由之秋的 Pâtisserie Pâtisseviche 應該算是東京非連鎖店最有名的蛋糕店了吧 大廚金子美名 這40年來在日本以及法國專研甜點功夫 除了在味道上 在甜點的長相上 也下足了功夫 且是可以是吃的藝術品 另外一種堪稱藝術品的甜點應該就是聖代了吧 東京車站附近新玩之內的大樓中的Chocolatine Paladour 是一家製作巧克力的名店 除了巧克力蛋糕好吃以外 他們家的巧克力聖代層次分明 使用了大量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帶出不同的感覺 加上一點酸酸的莓果 讓你吃起來不會太膩 有種成熟的感覺 比較偏好水果聖代的人 則可以試試看赤板的Fruitful 這間店跟農家契約 挑選最適合聖代的水果 不會過甜或過酸 非常好吃 對花枝招展的聖代沒有太多興趣 想回歸冰淇淋的原本滋味 別擔心 東京的冰淇淋也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包博家附近Asaga的義式冰淇淋店 Gilateria Sincerita 曾經得過義式冰淇淋大賽第三名 有各種不同的口味 綿密的口感讓人吃過一次 不會忘記這個美好的滋味 可以試試看這家店的招牌 開心過口味的義式冰淇淋 濃厚的果仁味道充滿著高級感 如果什麼口味都想嘗一下的話 飯店的下午茶套餐應該就是最好的選擇 包博推薦超高級飯店半島酒店的下午茶 The Lobby 環境很棒 還有現場音樂演奏 看這個下午茶鐵塔 鹹的甜的都有 會照季節更換不同的主題 包博拜訪時的主題是芒果 由於份量很大 建議中午可能先不要吃中餐 否則下午茶會吃不下 除了下午茶吃餐點跟吃氣氛 咖啡店也是一個很吃氣氛的地方 如果想要走個歐風木質 調文青設計風的話 那可以試試看遲代的Coffee Valley 這家店使用高級的咖啡豆直接在店裡烘焙 不同的咖啡豆有不同的口感 另外Coffee Valley使用厚片吐司 是麵包名店 怕了江古田所製作的 口感非常好 推薦大家在此用的咖啡 跟厚片吐司套餐 當早餐 想體驗比較日本 昭和復古風味的吃茶店 Coffee du Lampour 從外觀到內觀 應該可以感受到濃濃的日本感 這家咖啡店1948年就開始營業了 有將近20種咖啡可以選擇 店長使用了熟成豆 之後可以讓咖啡香更濃郁 來日本必吃的料理就是燒肉啦 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寶寶推薦兩家偏高價位 但絕對是燒肉殿堂級的燒肉店 一家是位在惠比壽的Yoroniku 有別於一般自己點肉自己烤肉的模式 這家店是採用Course的方式 然後由店員幫你準備 從生肉片、肉壽司、高級西嫂部位 基本上只要坐在位置上張口吃肉就可以了 真的爽 另外一家店是Satobrian 包裹吃的是二號店 店內全部都是有名人的簽名 這家店據說一個月開放預約 馬上被搶光光 這家店也是用套餐的方式 所以不用烤肉 店員幫你烤 西草部位的Chateaubriand 真的讓你吃一口就知道 啊!沒想到肉可以這麼好吃 如果預算沒有那麼多 自己點自己烤總可以了吧 月島在世 可以用便宜的價格吃到日本知名 和牛、非駝牛的牛肉 如果喜歡內臟類的話 可以試試看他們的烤內臟 濃多的醬汁加上有嚼勁的內臟 真的很爽 不喜歡內臟的話也有很多其他部位啦 不用擔心 除了牛肉以外 豬肉呢? 炸豬排是日本的必吃美食吧 秋葉原的名店玩物 每次都是大排長龍 但大排長龍就是因為這家店超好吃 使用國產豬肉低溫油炸 酥脆的外衣配上柔軟的豬肉 可以讓鮑勃配晚飯 另外一家鮑勃的愛店是會在大門的通卡茲以外 鮑勃應該吃了有10次左右 使用了來自鹿兒島的六白黑豚 特色就是柔軟的肉質 然後帶一點點甜味 與其加炸豬排醬 鮑勃喜歡直接加一點點鹽 因為可以吃出肉本身的風味 不會被醬汁影響 有一點預算的人也可以試試看 預約制的炸豬排店銀座Katsukami 這些店也是日本第一家 採用Course的方式經營的炸豬排店 你不用一次只選一種部位 你可以直接一次吃到各種不同的部位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